日前,路虎卫视130Outbound特别版正式发布 新车在车头部分延续了路虎卫视的经典设计 包括与车身同色的中网 棒壳式的发动机舱盖和银色的装饰条 矩阵式的LED大灯给硬朗的车头带来了一些科技感 也能在复杂的越野路况下提供充足的照明 新车与普通卫视的最大区别主要体现在侧面 宽大的车顶行李架能够携带大件的越野装备 对于越野玩家是一个非常实用的配置 轮胎方面新车采用了全地形轮胎 能够在越野路况下提供更好的抓地力 从车辆的侧后方可以看到新车配备了原厂车侧梯子 方便车主爬到车顶存取装备 从打开的后备箱门可以看到 这款车虽然是基于8座的卫视130车型打造 但是拆除了第三排座椅 并对后备箱地板进行了加固 以满足车主携带大量户外装备的需求 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3.0升直列6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218千瓦 0-100千米每小时加速7.5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